嗨大家好,我是悟空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 想教大家如何把这个TIVO的电视盒子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在做这个操作之前 我想先播报两个好消息 第一个好消息就是这款TIVO的电视盒子 大家终于终于不用再海淘了 因为海淘这个过程实在是太麻烦了 然后最近群里面有一个小伙伴告诉我 说这款TIVO的电视盒子已经上架亚马逊中国了 就是说在亚马逊中国的网站上 你直接搜索TIVO这个关键字 就可以搜索到这款盒子 当然了它是一种海外购的形式出现的 所以依然是属于海淘的范畴 只不过这种直游的方式 要比我们转运公司转运要方便许多 当然我们今天说的这种购买方式 只是针对那些新手不太会海淘的 对于这种外币信用卡不太熟悉的一些用户 你就多了一种选择 而且纵观国外的流媒体电视盒子发展这么多年 还没有一款电视盒子上架亚马逊中国 可以让中国的消费者直接购买电视盒子 还是非常方便的 OK这个是第一个好消息 第二个好消息是今天我们通过刷机的方式 可以把它升到最新的版本 最新的版本的版本号是3.4.3 在3.4.3这个版本 我曾经给大家截过图 就是它已经支持双杜比了 在我们之前的测试当中 3.4.2这个版本 只支持到杜比世界 并不支持杜比全景升 但是通过今天刷机 我们就可以做到双杜比了 一切的刷机都是有一定风险的 在这里要跟大家提前指出来 如果说你有这种顾虑或担心 害怕刷坏的话 你还是不要进行今天操作了 因为最新的版本 早晚是会进行推送的 只不过今天的刷机视频 是针对那些现在现阶段 已经有了TIVO电视盒子 并且动手能力还比较强 非常着急用杜比全景升的这些用户 OK这些厉害关系 我已经说明白了 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 好 我们首先说一下刷机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TIVO的本体 也就是它 然后我们还需要额外的一条 OTA的数据线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OTA的数据线 这个OTA的数据线 大家可以在闲鱼上购买 应该只有15块钱 我买的时候只有15块钱 然后这边是一个 USB母头 这边是一个MicroUSB 这边是一个MicroUSB的母头 就是这么一个OTA的数据线 非常好买 直接在闲鱼上买就行了 如果大家找不到的话 这样吧 我可以在屏幕的右下角 贴一个闲鱼的二维码 到时候你自己去搜就可以了 好 这两个是必须的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双公共同的USB 双公共同的USB 可长可短 就根据你的计算机 距离你本机距离有多长 我这边是买一个比较长的 然后至于是USB 2.0 3.0 这都无所谓 只要是双公共同的USB都可以 所以这三个是必备的 顺便说一句 OTA的数据线 之前我们说过 在火棒也是可以用的 它们是通用的 跟TIVO是通用的 首先我们先把 TIVO的刷机包 以及刷机工具 从我的网盘下载 我这边已经下载好了 然后这边有两个压缩包 以及一个刷机文档 如果大家今天看不懂我的视频的话 也可以参考这个刷机文档 这个刷机文档 也是TIVO的一个相关测试人员 给我提供的 然后我们把它解压之后 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刷机工具 这里面还有一个password的密码 这些都要保留的 然后这就是它非常有名的 Logical的USBBornetools的刷机工具 下面我们把它打开 当你运行了USBBornetools的工具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安装一个驱动 如果你是第一次安装这个工具的话 最好是再装一遍 这个驱动文件就在这边 有一个Wordcap device 我们把它打开 这边有一个install driver 我们把它双击 最好是重新安装一遍 如果没有安装的话 可以安装一遍 这样的话就把USB的驱动安装好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心的进行使用了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查看 这边有一个输入password 点击输入password 大家做的并文件 好 这个密码就已经输入进去了 下面我们把勾选擦除这块去掉 因为我们不需要清除数据 好 下面我们导入烧录包 这个烧录包就是你刚才解压之后的一个烧录包 它的格式是AMG 大家可以看一下AMG格式 千万不要错 如果是别的格式是不识别的 好 这个校验需要一定时间 大家耐心等待 OK 现在已经导入成功了 如果导入成功之后 它又变成勾选的状态 大家还是把它去掉 因为我们不需要查处数据 好的 这边我已经把tivo接在一个显示器上面 下面我的操作 我可能会弄一个副镜头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要长按住侧边键 它只有一个按键 你也不会按错的 你要长按住侧边键 然后双功头USB 我们已经接在OTA的数据线上 已经接好了 下面一步就是进行通电 OK 现在我们长按住它 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要按住10秒 按住10秒 但是大家看到没 但是我按住6秒 我就松手了 因为我看到这边 已经有字母的显示了 大家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当你出现字母显示的时候 你可能就直接撒手了 但是你在这种情况下撒手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屏幕上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没有任何反应的 也就是说这种状态下 是无法识别USB的 所以你是无法刷机的 这是情况之一 有的小伙伴看了这种画面之后 就会按照它的提示 又点一次 又点一次 会怎样呢 如果说你现在的 供电线已经接好了 就是说 另外一根供电线 也已经接好的状态下 你再去按这个 reset 按键 它就会进入 recover mode 大家看到 recover mode recover mode recover mode 同样是无法刷机的 我们就一错再错 再试一下 我们短按一下 reset 按键 大家观察一下屏幕 看到没 loading recover loading recovery 所以它就会进入到一个 recover的状态 recovery的状态 同样是无法刷机的 所以说有的小伙伴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看到没 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下 依然是无法刷机的 好 以上就是我的一个错误的示范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长按的时候 一定要按住10秒以上 记住 长按的时候 一定要按住10秒以上 好 我们重复刚才的过程 重新断电 再来一遍 还是同样的 刚才那个操作 我们要长按住reset键 长按住它 然后一定要记住10秒以上 然后我们进行通电 好 现在已经通电了 记住这手千万不要撒手 记住要10秒以上 不管它出现什么都要坚持住 好 出现这个无视 ok 刚才出现这个画面之后 我的手并没有撒开 大家在屏幕上可以看到几个字 usb burning mode 出现这种模式就可以已经刷机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左侧这个屏幕上已经显示连接成功了 在这种情况下 就可以开心的刷机了 刚才我们已经把配置都已经弄好了 直接点击开始就可以进行刷机了 ok let's go 现在进行格式化 然后boot 基本上过了7% 如果没问题的话 就肯定是没问题的 好 刷入这个版本之后 我们这个盒子就成为了双度比的电视盒子 记住任何刷机都是有风险的 我今天做的错误示范就是想大家引以为戒 不要觉得这个是很难的事情 一定要按照这个文档 严格按照这个文档去进行 好了 我们耐心等待 好 这边已经显示烧漏成功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刷机的过程 当你刷机成功之后 你就可以点击停止按钮了 好 我们点击停止按钮 然后把它关闭 这样就ok了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断电重新插入到电视机上 再看一看 好 我们现在找一个影片看一下 我们找一个本身就是双杜比的影片 我们看一下 先看看这个 这个是杜比世界的 这个肯定是只有杜比世界的 然后这边 ok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雪国列车 就是双杜比的 杜比世界 杜比全景声 全都显示了 为了验证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再找一部影片 再看一下 我记着好像我们的天与地 应该是双杜比的 我们在这边再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与雀共舞 也是双杜比的 杜比世界杜比全景声 都是有的 所以就证明了 其实Tivo刷机之后 是支持杜比全景声 跟杜比世界的 我们回到主界面 给大家看一下 刷机之后的版本是多少 ok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的Tivo Stream的版本 是V9.0 3.4.3 那么刷机之后 这个版本 就完美的支持 双杜比了 好了 通过我们刚才给这个电视盒 进行刷机 我们发现 Tivo 3.4.3的版本 可以完美的实现双杜比 在这里面 需要跟大家指出的一点就是 如果你的电视机 是不支持杜比全景声 和杜比世界的 你刷机之后 也是照样不支持双杜比的 这一点 我想大家应该清楚和明白 还有一点就是 最新的版本 已经是release的版本了 也就是说 将来在某一天 官方必然会推送 OTA的升级包 所以那个时候 你再做升级 可能会更加稳妥一些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 就是针对那些 比较喜欢 尝鲜 比较着急 用到杜比全景声的 这些用户 通过以上刷机的动作 大家可以看出来 整个刷机的过程 可以说是非常简单的 比我们之前刷那些外帽盒子 还要简单 它甚至单独有一个 进入到刷机模式的按键 我这次视频的演示过程中 故意演示一个 误操作的这种情况 就是为了给大家避免踩坑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对这款电视盒子 有什么疑问的地方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 尤其是关于什么激活的问题 大家可以在群里面进行讨论 如果实在是激活不了的话 可以找我 好了 那今天视频就在这边 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